來 有請我們的冷房老師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最近 都一直來這邊嗎 我沒有什麼想要特別講的 就是說第一個是享受舞台 後來之後 我覺得跳舞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怎麼說呢? 不要講日文 對不起 我覺得每一個 人家常常說 跳舞 跳舞是肢體語言 這件事情 所以每一件的任何一個動作 都在代表他所 呈現的時代背景 或是他的後面 所 暗藏的底蘊 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很多的高中生的 學舞過程都會來自於 線條 或是過程 你的文化涵養 會變成比較不一樣 那更不要遑論說你的 A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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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重 那個速度差 你的節奏的時候 你講話的時候你要有節奏感 你要 我要說現在的話 所以我在 你在自己呈現的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的妹妹嘎嘎 都要去計較一下 就是你的文化底蘊跟你所謂的 輕重 你要去好好的呈現 而不是只是學 軌道或是律動 對我來說 學律動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你不要忘記你所學的每一個律動都 包含著他的 想法跟感覺 後來把這個律動加上 你的速度 叫做韻律感 Sense of reason 所以記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要你學的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個動作帶上台上 後來 這樣子我會覺得有助於你今天的表演 那 後來 我也希望觀眾 可以給彩聖的 你們今天來看這個表演 比賽或是表演 就是你可以給他們更多的掌聲 更多的 讓他們可以感受到你們的熱情 然後進而回饋 必備到你的 那個 必備到他們自己的身體能量 他們才會跳更好 所以我覺得 可能台灣沒有那麼多 街舞的活動 應該這樣講 台灣沒有這個類似的文化 像黑了一樣 那我覺得這個文化 永遠做都來得及嘛 那從現在開始 你喜歡這個舞蹈 你就給他掌聲 那 我覺得這些人也會很感謝你 那他們也會因為你而跳得更好 所以總而言之 謝謝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主辦單位 還有所有的 Dancers 謝謝 好 接下來又是我們大嘴 大嘴老師 給我們所有人來講評 謝謝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嘴 然後 我直接了當地說 就是我自己在看排舞比賽 其實我很注重 就是你們的整齊度 還有你們的變化性 跟你們的能量 那 這三個東西之前 就是你們的基礎 那如果 你們的基礎如果不好 在做動作 可能有人會比較大力 有人比較小力的時候 就是讓我感覺到 比如說你們的動作一定會不整齊 那就代表說 你們其中一個人的能力 跟不上其他的能力 那這個就是我講的 其中一個叫整齊度的部分 那 如果全部人都一樣整齊的時候 接下來我看的就是你們的變化性 你們的層次 你們對音樂的層次 你們對型的層次 你們走位的層次 這樣 然後接下來我講的就是能量 那能量就是 你有前面這兩件事情之後 你的表情 然後 你甚至你了解 音樂本身要表達 或者是舞蹈本身要表達的是什麼的時候 你們全部人的表情都會一樣 然後這就是 在場上表演的能量是什麼 那 這就是我在看排舞比賽的時候 我所看的 就這樣 謝謝大家 OK 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 謝謝 好的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第一的老師 讓大家 來一見 謝謝 帥帥 好 哈囉大家好 辛苦了 給自己一點掌聲 對今天 到最後了 然後 呃 我想一下就是 首先這是個比賽 所以 我覺得比賽它就是 就是 有很多面向 那我先講編排部分 編排的話 很容易就是有時候會 比如說大家就一直在對Vocal 然後從頭到尾就一直對Vocal 有時候可以去練習 聽到一首歌裡頭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樂器或節奏 然後呢 甚至在整體我們主題啊 或者是音樂的選 選擇上面 可以讓整個Flow在 可能 欸 有些時候一直很High 可是High久了就 欸欸欸欸 那後面那個就停掉 你可以High然後突然停一下 有些時候不見得一定要塞那麼慢 在編排上 然後 我還看到有一些隊伍 我覺得滿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有玩出自己的Style 那其他的就可能是在基礎啊 在整體一些力道上面 節奏 要去加強多練習 但是 重點是有玩出自己的Style 而且整個一群人 有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對我今天有看到幾隻 是覺得還不錯 OK 欸大家 辛苦了齁 OKOK 然後呢 接著就是我在講表演的部分 因為比賽我覺得整體 就剛剛像前面大嘴老師講的 整體的力道整齊度 還有我覺得 這首歌你會 因為我們就做比較遠 你會看得到很 有一些人可能他的情緒張力很好 表演很豐富 可是可能旁邊有一些人會是 還放不開 那我覺得 大家在一起跳一個作品的時候啊 就是一定要有些時候就是你要 所有人都要溝通 比如說編排者 要跟大家講 所有人真的都有 欸感受到這個音樂 不見得就是一定要先感受到 你有感受到 沒有這個sense 之後才可能 慢慢的大家才會一起 越來越同步這樣 對對對 然後 差不多吧 對 就這樣大家辛苦了 然後我覺得比賽在練習的話 就是 整體 比如說畫面啊 groove啊 整個節奏 去抓到一個 屬於你們自己的平衡 做出你們的樣子 對 OK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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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接下來有請我們的 黑把小黑老師 來給大家做獎題 謝謝 哈囉 我是小黑 那個 我很喜歡 就是你們把你們 認知的那個 這隻排舞的風格是什麼 然後去跳出來 呃 比如說 一一隊 一一隊 雖然動作很凌亂 然後 可是我很喜歡他們的態度 就是 很有那個音樂 跟他們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這件事情 啊 所以我覺得 整齊很重要 但是那個整齊 呃 的一些表達方式 或是 你所 跳這個風格是什麼 我覺得 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整齊的表現 對 然後 再來問 我也很在意的是 你有沒有 把你的 那個 timing 做出來 像有一些 有一些隊伍 就是你可能在 呃 你的節奏感的時候 你並不是說 沒有了音樂 或是停止動作的時候 就把 東西給關掉 那我覺得 你那個 你那個氣氛 跟你的情緒 就不見了 對 可是 也許你們還 可能太年輕 對 就是 還沒有到 可以完全投入 或是你知道 你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 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你的表情 可能會呆滯 或者是你的動作 就是放空 動作防空是一件 真的 值得要去 欸 想一下 對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 我覺得 編排的老師 跟學生之間的那種互動 對 會 直接在這支排舞 在舞台上 會看得到說 這個老師到底有多麼關心 這一群學生 這看得出來 對 所以 呃 我覺得這個東西 還是要注意一點 因為你在 幫學生編舞的時候 你所私底下 跟他那些互動 關心 以及傳授 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對 千千萬不要把 教課當作指示來工作的 那我覺得 學生會很可憐 你要讓他感受到 我們一起很喜歡跳這件事情 他才會想要去挑戰這件事 然後會繼續喜歡跳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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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最後是我們做評審 有請黑妹老師 來為大家講評 謝謝 好的 大家好 今天很累 然後 因為我是第一次 就是參加桃豬苗的活動 這樣子 所以其實非常的興奮 然後 前面 評審老師都講很多了 那我每次講評都蠻囉嗦的 我覺得盡量簡短 那 前面我覺得 認為一個好的排舞就是 基本上來講 你要站上舞台來比賽 整齊度是 就是60分 然後 其實今天有 我有看到幾對 真的覺得超好看 但是也有幾對 就是覺得 你們好像不知道 自己為什麼站在舞台上 對 那所以 我覺得基本的東西就是 就是 如果你在舞台上 然後你給大家看到一個 很凌亂的舞蹈 或是其實你們自己在跳的時候 是非常沒有自信的 那我相信 你這樣子一個比賽完之後 你其實 也不會更喜歡跳舞 那再提醒一些小細節 就是很多人在跳動作的時候 還OK 可是走位的時候 很明顯就脫離音樂了 當你在走位的時候 你還是在表演 當你在走位的時候 音樂還是在放 所以你們之後 可以多注意 你走位不是只是走路 你要在那個狀態之內 然後 今天有一些隊伍會 有演戲的一些橋段 那 可能你們 你就是年紀比較小 所以你們演戲的時候 就是 會呆呆的 或是 就是 很明顯 你就是知道說 我這邊要演很害怕 但是其實 你臉一點都不害怕這樣 那我覺得 演戲啊 這個東西就是很像是 你去買一個蛋糕 蛋糕上面的裝飾 那蛋糕本身好不好吃 就是你跳舞的內容 但是演戲是 讓這個蛋糕我們的外觀 看起來 你會不會更想要買它 所以 我覺得 如果真的要演戲的話 你們真的要花時間 就是演什麼 要像什麼 那 我是唯一的女生評審 所以我就講一下 女生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細節 就是我覺得 今天有看到 有好幾對女生 第二場吧 第三場也有一些 就是 曲線推得非常的慢 然後非常非常有自信 然後從頭 大唱到尾 就覺得天啊 你們好像巨星在台上 閃閃發亮這樣 但是也有一些女生就是 一走出來 很明顯不知道怎麼樣 當一個女生 所以走路的時候還 就是 就是沒有任何的 身段跟曲線 所以我覺得女生 真的要注意 然後還有一些女生 其實長得很漂亮 但是 你的頭髮超級亂的 整支舞 我全部看到頭髮 就是掛在臉上 所以我看不到你的表情 我就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可惜 所以大家要注意 然後還有女生 如果你要跳就是 帥的舞 我覺得也需要 但是如果你要跳 很性感的舞的話 你們的眼妝 要再濃一點點 有一些女生看起來 很像素顏上來 那為什麼眼妝要很濃呢 就是因為舞台的光很強 所以她會把你的臉 打得比較平面一點 就很像照片調到過曝 所以你把眼妝加深 可以加強你的眼神跟態度 穿搭給觀眾 OK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今天 集隊讓我 我不知道後面的觀眾 有沒有看到我們評審 會有一些反應 就是 有時候有集隊 我看的時候 我就會忍不住這樣想要動 就是因為我在你們跳的時候 我看到音樂 然後有一些隊伍 就是我看的時候就覺得 我一點都動不起來 然後越看會覺得 有一點想要分心這樣子 那我覺得給大家一個觀念就是 我們跳舞其實就是 你要用你的全身來表達音樂 那什麼是音樂呢 就是連續的聲音 所以跳舞是什麼 不是POSE 跳舞是連續的動作 所以其實 像有些人在跳的時候 他可以一直唱 那他一定整個人就在音樂性裡面 那有一些人就是很明顯 他跳的時候 他們可能還會數五六七八 然後他跳的時候 臉就呆呆呆 然後手腳一直動 那其實 你是好像有對在一二三四上面 可是你並沒有跳到音樂裡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連續的東西 其實簡單來講 就是你的Grooving的律動 然後我覺得有 尤其對真的跳舞就是很好看 反正你們就是記得 就是跳舞 就是用身體來唱歌就對了 所以往這個方向走 然後剛剛小黑老師講到的就是說 有一些隊伍好像 站上來很尷尬 然後就是很尷尬的 把一支舞這樣跳完了 那我認為 可能有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舞是自己排的嗎 還是老師可能沒有教你們 怎麼樣練習 怎麼樣表演 那我覺得等一下名次就會公布 你們可以去看影片 去比較說得名的學校 跟如果你是沒有得名學校 或是你的名次是倒數的 你可以上網去看影片 去比較一下 為什麼我們都是同樣的年紀 然後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棒 在台上這麼有事情 然後我的影片卻是 就不好看 我覺得大家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那我認為 我很害怕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來比賽 然後你的分數是很差的 你就不會喜歡跳舞了 你就覺得 反正我就是沒天分啊 我就是炮灰 我不適合跳舞 然後你就覺得 算了我改參加別的社團 但人生不是一定要跳舞 只是我覺得 好的老師可以帶你認識 什麼是跳舞 什麼是音樂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如果不了解一個東西 你不會真的喜歡它 所以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件事情 然後 我知道現場可能有很少數的家長 那我就非常非常感謝家長 就是很支持小朋友 然後母親節當天還來看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 小朋友在學跳舞的時候 真的不只是學幾個pose幾個動作 或是在台上 就是掃手弄之不是 他們從這當中學習到 怎麼跟人家合作溝通負責任 然後 認識音樂 認識自己 我覺得跳舞真的是騙不了人的 就是你們去回想 你們可不可以現在回想一下 你覺得今天最棒的那一隊長怎樣 跟今天覺得 最不喜歡的那一隊長怎樣 就是 我講白一點就是 我認為啦 你在這舞台上 你就是赤裸裸的給大家看到 所以騙不了人 今天那個 第34隊 齊英 他們第一拍下了 我看他們的造型燈一亮 我就覺得OK 他們就是要來拿冠軍的 然後 然後 第20隊製品高中 四個男生 就是他們就是來分享他們的作品 然後他們用一首歌這樣子 然後 我也有看到 有幾隊就是很明顯站上來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要站在這裡 所以就是 我覺得跳舞是可以讓你挑戰 了解自己 然後 讓你能夠展現自己的魅力 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重要 我以前就是 在台上講話我會非常非常的緊張 可是因為跳舞 我就越來越知道 我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然後給我很多的磨練 然後我現在可以在大家面前講出 我心裡覺得很重要的話 所以我就非常感謝家長 就讓孩子們跳舞 他們一定從中可以成長非常非常多 所以 我希望 我聽說今年的隊伍好像其實 比之前再少一點點 那我希望就是主辦單位這麼辛苦 辦了這個很棒的活動 即使你今年的成績不好 你去了解為什麼 然後你去找到方向 讓你自己可以進步 然後明年再回來挑戰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更勇敢 加上這個舞台一定可以讓你 更了解自己變得更棒 謝謝大家 好的 謝謝我們KedyMane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剛剛我們在這個後台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有詢問說 我們KedyMane老師大概會講多久 有氣死喔 滿有趣的 不過就是 我們五位評審人 都是給我們所有的學生 所有參賽選手們非常多的意見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地方 好好的學習很多不一樣的面向 沒錯